接下来我们当然要 好好地来讨论一下 消费者作为关注 而且是市场主流的 百万集聚的热门SUV 到底在12月份 他们的挂牌数的表现如何 当然国产的休旅一哥CRV 还有甚至于进口身份的 神车Raffle 在12月份 天哪 这个数字 也令人觉得不意外 对 是不意外 但是我必须先说 以这个今年度第四季来说 Raffle加上这个3000台 它单季三个月已经破万 这个台湾汽车市场 已经好像很久没有发生 这种奇怪的事情了 那以它这个总量来说 其实前两个月 大概是3500台 3000多台左右 所以加上这个3000台 刚好破万 以这个Raffle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 它从上市推出之后 单月第一个月就已经快2000台了 那在这个农民俗月的农历月的时候 过年的期间 那个月量少了一点 其他月份的量 其实跟Altis真的是不相上下 而且有几个月都是赢过 我们的神车Altis的 所以可见呢 在休旅车这个市场 我相信已经被这个核泰开发非常的完全了 那Raffle呢 在这个完全开发的市场空缺之下呢 也是在它的配备啦 价格 妥善率等等 各方面算是很符合这个市场的空缺啦 才可以造就这么好的一个销售成绩喔 其实Raffle认为它在补足了这个TSS 2.0系统之后 感觉上 就你看到年尾 感觉它又冲了一波 那冠宜刚刚讲到这个 这些车展的部分啦 其实我相信有去车展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Raffle的旁边围的人很高 很多 因为大家觉得车展可以有一些减便宜的事情发生 第一减便宜 那第二是我 可是其实他们的促销是从11月份就开始 不是只针对车展 对 一直到隆利连前 没错 但是车展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 如果你又要看Extra 又要看CRV 又要看Raffle 你就不用跑三间展间嘛 对 对不对 现在就可以去高雄车展 你三台车一次都可以看到 Raffle的话 我觉得安全配备补足之后呢 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因为它可以说是 在刚刚讲到这几台车里面 最接近也是最符合Level 2的一个 主动安全系统 它的配备表现是最好的 那以它的不论车架啦 售后的保值性 绝对都是这几台里面 可能只有CRV可以稍微匹敌一下 跟它抗腾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卖这么多 真的相关于讲的不意外 第二台CRV CRV很特别喔 在12月份呢 其实它卖得还不错 其实因为它11月大概 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1600多台 对 所以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涨幅 那是什么的原因呢 其实大家是也说不准啦 有可能是第一线的促销 那个MUGAN的特试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五年的 完全不限里程的保固 保固 对 这个还蛮吸引人的耶 没错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在加大消费的刺激的力道 那我觉得CRV 产品上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啦 只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RAV4 就RAV4推出之后真的影响很多 因为其实它的 你说它的配备也好 它的国产的身份 会不会被质疑安全性 也不会 所以它的安全的系统啊 各方面空间性表现 包含它这个车型的口碑啦 一直到现在的销量 甚至是现在你在二手市场上 看到的车款的保值度 都会让你想要买新车 对 还有它的妥善率 对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销量的话呢 2000多台算是它的一个 比较高档的一个销售的表现啦 也稳坐了第二名的位置 第三名的CX-5呢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CX-5 好像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其实想想真的很不错 而且呢 你知道最近的CX-5 其实它取消了入门的车型 因为为了跟CX-30 做一个区隔嘛 产品区隔 所以它最入门就要 一百一十几万了喔 还可以有这样的成绩表现 我觉得是第一啦 是它在 后来年式的变更之后 保留汽油车型之后 配备上给的还蛮不错的 那再来呢 据我所知第一线的销售 好像是有蛮多的下架空间 所以就是相辅相成之下呢 再加上这个车喔 如果你单纯要买一台进口 评价的这种进口SUV的话 它确实是有很好的选择啦 各方面加起来呢 有这样的量 虽然你看跟一二名 落差真的很大 但是也不错了 600台算是一个 中上的一个不错的成绩 体光的部分比较特别 因为它在上个月 应该说好几个月 都没有进我们前五的榜单了嘛 对不对 那它的这个数量呢 将近600台 其实它在上个月 11月的时候 才挂300多台而已 那体光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成长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是它车型要做一个 年式的更新了 所以在它最后 年末的一个销售上面呢 可能有一些减价优惠啦 可能有一些配备的升级 那多半都还是五人座啦 它的这个七人座 Old Space的话量非常的少 那可见这个市场的口味 也是可以相对应的得知喔 最后KUGA 我们讲了好多次了 这个末代车型 产品稳定 促销多 那其实车子也没什么问题 CP值高 对 CP值也高 就是觉得好像车出了比较久 但是你买到的 其实很多都升级过 你看 现在KUGA 很便宜的价格 有全景天窗 有电动尾门 对不对 它有Corpilot 360 没错 所以其实末代车能不能买 我觉得KUGA 当然是没有问题 价格优惠 你只求一个好的价格 好的产品表现的话 会是很棒的选择 对 毕竟买一台车 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而且可能会赔着你 八到十年左右 所以如果说是末代车型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考量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 算是这个 我们市场上面的大宗 也就是百万集许的SUV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在进口豪华品牌的SUV的部分 各家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第一名仍然是由 Lexus的NX 其实它已经在第一名 有一点点时间了 没错 之前都是宾市的GLC 它大概就跟评价版本的Ruffle一样 永远都是冠军的 那刚刚志祺在讲的是 中型大概百万等级的SUV 没错 我觉得从那个榜 可以大概看得出来 现在一般平价品牌的排名跟走势 大家就看 透过中型SUV就可以看出端倪 那如果看豪华品牌的话呢 我觉得从这个等级 就可以看出端倪来 在以前呢 我们会说 我们看一个豪华品牌 像什么双B 奥迪啦 Vovo啦 这些车子呢 是看什么呢 是看入门的 就是当年的像三系列 C-Class这样子的车子 就可以大概看出 这个品牌的强或者是弱 现在呢 我则建议大家可以从中型的SUV来看 他们的品牌力强还是弱 从这个排名上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它跟上个月来讲 它排名是完全没有变的 但是其实从数字上倒是可以看出一些拳机 而且都成长了 对 因为是年底的关系嘛 促销的力道 对 Macan我们先撇开不看好了 因为它135台 它是稳稳的位居在它的那个位置上 而且它的属性也比较特殊 毕竟它是跑车品牌嘛 那它从它上市 从油Macan这台车到现在 它都是走一条稳稳路线 它不直接跟双B的主要对手 甚至Lexus的主要对手去打 它只要卖好它的量的话就OK了 所以我们看的是前四名 在这前四名要看之前 我先这边加一个数字 加157 这边加不到 好 为什么是加157呢 加起来以后这个量是506 因为在这个表上面 它并没有写出 X4 其实X4跟X3是同 完全是同样的base 同样的 甚至连车头看起来都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是Coupé 那为什么要把它加一起讲呢 因为很简单 GLC这边是加上Coupé的数字 所以加上去以后你会发现 那B&W是506 宾市的GLC是585 这样相距是不是就很近了 但是还要再加上 我们都知道 GLC跟C-Class 一直以来贸易商的平行输入品 是非常的多 甚至高达将近一半的数量 所以这样一比下去呢 其实真正的访来讲的话 二三名应该是反过来的 2019年的B&W 其实气势是比2018年强很多的 对 新时代产品都上了嘛 是的 而且等到它交车正常化 订单供应的顺畅了以后呢 2020年我觉得 它的量会是成长的 对 那反而宾市呢 我觉得它已经走到了一个 类似就是一个门槛了 毕竟高级车的需求 还是有它一定的程度在 但是你要超过那个需求 毕竟不可能 人人都买300万的高级车嘛 对 所以它已经到达最顶峰 2万多台快3万台 我觉得要超过3万台 是不太可能 就算是平行输入品 加进去以后 要过3万还是有困难的 那其次呢 再讲到我们跳着讲 第四名的XC60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厉害的品牌 它虽然 乍看它的数字 跟前三名是差一段的 但是以它的品牌力 还有它的行销力道 跟它的车系的宽广度 来讲的话 它其实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也有点像Market 它是走稳稳的路线 我就卖我的 然后我不用跟主力去强碰 真的 但是喜欢我的 还是会来买我的车子 所以短期之内 这五个车子 这样子的排名 我觉得基本上 是不太会变的 唯一值得看的 真的就是BMW 跟宾市的双臂战争 应该是最刺激最精彩的 虽然在市场上面 我们都说SUV是主流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SUV 比较高的车型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也会投向 现在大家讨论度相当高的 这个鲜费车的急剧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在鲜费车急剧里面 三强所谓的福特的Focus 还有Toyota的Oris 以及Mazda 3 它们在鲜费车急剧里面 可以几乎是 大家讨论就是这三款 那它们的表现怎么样呢 刚才怪你讲到 就是这三款对不对 应该说是主流 对 热门的车款 其实在稍早之前 我觉得消费者对鲜费车 接受度还不是这么的高 是最近这几年 鲜费车一直这样 一直对各家品牌都推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Focus 那Focus 我们知道它整个车系 就是五门卖的最好 你看五门 我们刚才讲 它的整个Focus车系 大概1300多部 你看Focus的五门 就占了973部 对 它比例还蛮高的 对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分析过 Focus卖的好原因 那最近它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 Lomo这个车 赛道特化版 对 这个特别的车型 92万8 那我们刚才大家有讲到 这个售价是有点偏高 但是 92万多吗 对 92万8 那当然它增加这个Lomo车型 它就当然把 Shopuz最在乎说 是不是后面的多连杆悬掉 多连杆悬掉也把它放上去了 然后叠盘加大 那底盘重新有一些设定 然后它 LED的尾灯 对 LED的尾灯 然后它把它介于是什么 介于在ST ST跟它这个 ST Line ST Line的中间这个车型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福特一个测试 然后觉得说好 那我大家一直抱怨说 我这个后悬调没有多连杆 好那我现在放上去了 那只是 售价稍微调高一点 它这个也借此 也借此来测试一下 消费者对这个 比较高阶版本的一个接受度 因为真的快逼近百万的一个 一个先贝车 而且是国产的 那所以我觉得它这个Lomo 我觉得值得来观察 那Lomo如果能够卖得很成功 我觉得相对它的Wagon的推出 我觉得会比较一个顺势的 一个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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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可以接手的一个价格 大家把它往上再扩张 那我们来看Aurus Aurus你看 我们先讲Mazda 3的5D好了 那我们讲说 之前Mazda 3是一个 大家消费者很爱的一个车型 对 但是 因为它以前的竞争者比较少 那现在呢 除了有全新的Focus 而且Focus的战力十足 那又多一个什么 Toyota的Aurus 那Toyota的Aurus 它价格切得非常成功 868跟898 然后主弯 完完全新也给齐了 然后去年的10月 它也把2.0 就是全速率的ACC也补齐了 所以它在Aurus的一个 卖量平常的话 它还蛮稳定的 所以相对 对Mazda 3来讲 就比较吃力一点 那我们刚才 我们分析一下 Mazda 3它其实四门 我记得四门好像280几部 四门反而比五门还多 所以这一代真的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 相对是还好 所以变成是 五门以前是稍微受欢 那现在变成这代四门跟五门 真的不分上下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 特别的观察现象是 它有个CS30 也上市了 那CS30是Mazda 3的底盘出来的 那等于是比较跨界的 一种小修律 对 车型也比较高一点 那它每个月 我看它第一个月交出来的 大概是 好像是400多 400多部 所以你看400多部 加它原本的500多部 就是900多部 所以Mazda 3跟CS30 创下出的900多部 跟它以前 Mazda 3的销量 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CS30 快速的引进来 可以补足它以前 Mazda 3上市的一些 一些销售量 把它补足回来 对 Mazda 3的销售量